结果五次婚的姚姓女子在2021年5月初 与原姓丈夫相约苗栗游乐园玩 暗地却联手陈姓情夫狠心杀害丈夫 再到山区分屍 检方依杀人罪起诉 一审宣判两人无期徒刑 姚姓女子上诉指控陈南主导杀人 自己参与程度低 二审因此改判姚女15年徒刑 维持陈南的无期徒刑 但到了台中高分院 更一审认定陈南虽动手犯案 犯态度优于姚女 符合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之下 将陈南由无期徒刑 下修到15年徒刑 一审判无期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 就是想说 反正死刑很难判到无期徒刑 是勉强接受 现在给我来一个全部15年 我们真的是非常不能接受 非常不能接受 但是小老百姓又能入手 两名杀人犯逃过死刑 与无期徒刑 家属痛斥只能被迫接受 那我杀了杀一个人 我鬼过得很好 是又没事了 那我是15年也结束了 过一半星期以后 开始办假 是不是就OK了吗 对于判决结果 死者胞弟无奈感叹 即便无法接受 却也只能低头认了 等不到司法 还给死去的哥哥 一个公道 赛列宪王子宇 陈一姐 太重包